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 太惊险 64岁周姓男子昨下午行经新北市淡水区中山路违规穿越马路 为了他走道路中央因身体出状况 瘫倒在地头部位置刚好就在游览车正下方 当时正转绿灯游览车正起步 索性司机发现有一及时停车 而一旁车辆驾驶即刻下车查看周某状况并报警 这才解除周某的爆头危机 据了解周某没有依规定走人行穿越道 他直接穿过马路跨越中央分隔岛 赴跨越岛对向马路中央 周某开始身体摇晃 接着硬生倒下 好巧不巧就倒在游览车旁 头部则在车体正下方 前后轮中央眼见绿灯亮起 游览车往前开了一点 还好路人提醒加上游览车起步不快 顺利紧急停下 后方车辆驾驶赶紧下车 他先是检查周某生命真相 同时联络110请求警方支援 警销及时赶底将周某送医急救 经诊断发现周某是轻微中风 现人在院治疗 而这位为善不欲人知的驾驶 向警方表示不愿意留下资料 他说只要人没事就好 便开车离去 警方表示 周某辞举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8条第三项 依法将开罚300元新台币罚还 将待周某病情稳定后再行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